嘉義鄒族文化園區 這幾個月呢 老闆帶著員工一起製作 從油餅跟水餃 透過網路直播來推銷 生意相當不錯 精澈嗓音嘹亮動人 他們是嘉義鄒族文化園區的兩名員工 使出看家本領吸引民眾看直播 超好聽謝謝 表演完隨時注意網友留言給予回應 接著端出又大又飽滿的水餃 以及堅持一公分厚度的蔥油餅 開始推銷 受到疫情影響 許多行業大受衝擊 嘉義這家鄒族文化園區 八成員工都是原住民 為了讓50名員工都能有收入 老闆另闢活路 帶領他們製作蔥油餅跟水餃 線上直播開賣 本來我們5月15號開始 一天大概都有將近二三十團 那現在全部取消掉了 整個五月六月份 損失真的是很慘 水餃大顆又好吃 蔥油餅撒滿蔥花 這群年輕人用心製作也獲得好成績 想到都快掉眼淚 沒想到我們的孩子 這麼樣的積極 而且有想法 我也沒想到一推出以後 得到那麼強烈的回想 根本都來不及 疫情之下園區無法經營 但天無決人之路 老闆與員工用實際行動證明 有心依舊能夠找到傷及 這蔡寵吳在一波動 什麽 谢谢观看